朋友们大家好 日产的发动机 不管从技术 还是质量稳定性上来讲 在日系车当中啊 都是非常不错的 特别是日产的VQ系列的发动机 连续十年获得全球加发动机 刚好有位朋友啊 花了四五万块钱 淘了一辆09年的2.5天来 咱们来看看这辆车 跑了十几年以后 它的发动机状态如何 咱们顺便也看一看啊 买这种十几年的老车 应该注意哪些方面 朋友们 这辆车呢 是09年的2.5天来 它搭载的发动机呢 就是日产大名鼎鼎的 VQ系列的2.5V6发动机 同时期呢 还有MR20的2.04缸发动机 还有这个VQ的35发动机 那3.5排量 还有这个2.0排量的 都有烧机油的问题 尤其是2.0的 所以大家买这一时期的2.0天来 一定要看好这个发动机 烧不烧机油 那这款2.5的V6呢 发动机质量非常稳定 只要你保养得档啊 这个稳稳当当跑个 二三十万公里 不漏油不漏水 也不烧机油 质量非常好 而且这个V6发动机啊 它连续10年获得 获得全球10家发动机 质量非常稳定啊 运转平顺性 包括噪音啊 都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发动机呢 它的功率只有136千瓦 功率不算大 但是它带给我们的 加持体验是一些 涡轮增加发动机不能比的 虽然动力啊 比它强 但是呢 开起来的加持体验 绝对没有它好 那这个发动机这么好 为什么会被淘汰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制造成本 大家可以看这个车的机舱啊 满满当当的 基本上都有这个发动机给占据了 所以厂家的利润就降下来了 失去了竞争力 它就不考虑这个发动机了 再好它也不会用 第二呢 就是油耗 适应不了当下的一个用车环境 你像现在的这个BG车啊 基本上都是2.0T 1.5T的这一系列的发动机 油耗呢 你超过9个油都觉得高 但像这种老款的V6发动机啊 油耗 咱们在市里面开啊 基本上都是十几个起步 所以它质量再好 是注定会被淘汰的 天类搭配的变化箱呢 也是一款CVT的变化箱啊 但是这个天类的CVT变化箱呢 质量还算稳定 家人的话 跑个一二三万公里 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但是一定要注意保养 朋友们 本来是想给大家看底盘的 但是现在发现了一个 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 左边有销声器 右边的销声器没有了 这位朋友说这个噪音大 我听上去感觉像是这个排挤桶破了 但是这个问题比排挤桶破的更严重 直接没有销声器 大家可以看啊 这个泥土都非常厚 这已经丢了很长时间了 所以这种十几年的老车啊 咱们买起来这个底盘 是一定要检查的朋友们 这个问题太严重了啊 这个卖车的人也是太不地道了 这个销声器啊 一个原厂的也不便宜 也要一千多块钱啊 这个要告诉我朋友啊 他知道后这个心都要碎了 咱们接着聊这个底盘朋友们 像那种老式的B级车啊 十几年前的B级车 底盘用料都是非常足的 这个天类呢 后悬架是一个多连杆形式的 但是呢 像这个下托臂 包括这个转向节 还有这个上支臂啊 这些都是铝合金材质 只有这个两根小拉杆 这个是一个铁件啊 还有这个后桥的一个啊 连接装置 它是一个橡胶的缓冲块 这个可以过滤这个路上的震动啊 的舒适性会提高 那像现款的天类啊 它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上支臂啊 这些都是铁啊 都是铁 只有这个转向节才是铝的 所以说老款要比现款 这个用料更足一点 像它的底盘下面的防锈涂层啊 不管是哪一种日系车 基本上都是做的很一般很一般 都是这种铁皮直接裸露啊 最多是包个一个塑料板 不会涂太厚的这个防锈装甲 像这个东西 基本上都不会涂啊 咱们再看一下前旋架 老天类的前旋间啊 依然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方形的副车架啊 非常的结实 但是一个铁件啊 这个可能会增加车身的重量 但是它的下支臂呢 一样也是铝的 而且跟现款比 这个位置呢 它是一个实心的 现款这个位置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镂空 看上去强度呢 是没有它高的 朋友们 像这个天类的2.5发动机啊 质量是真的好 但是它油耗呢 也是真的高 所以大家买这种老车啊 不要只看到的质量 可能它的油耗你接受不了 而且像这种十几年的老车 买起来这个底盘 一定要仔细监查 像这个车呢 排气管就丢了一个 那自己换的话 负账呢 也不便宜 也要几百块钱 这些成本都要考虑在内 而且底盘很多的橡胶件 胶套之类的都会老化 到时候更换起来 价格也是不便宜的 所以大家买这种十几年的老车 不要只看车价 整备成本也要考虑在内 好朋友们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来发加评论 谢谢大家观看 请关注小韩 再见